性生活要消耗一定的体力和精力。精神或身体疲惫时过性生活,往往达不到高潮,受不到双方满意的效果,特别是劳累后立即过性生活,会损害健康。 五个爱爱黑色时间,一引发猝死医,下阴雨天,夏季闷热的阴雨天让人更易出汗,如果性欲高涨,过度兴奋,可能爱爱还没开始,就大汗淋漓,中医认为气随汗拖,出汗太多,也会损伤肾气,此时形防,对双方健康都不利,有些夫妻为了降温会将空调调低,殊不知,性爱时皮肤表面的毛孔会张开,凉气侵入, 也会伤身,尤其当腰腹部暴露在外时,凉气会侵入肾脏,损害肾气,还可能导致感冒,肌肉酸痛等问题。 2月经期间,此时子宫紧口开放,爱爱时级易感染,导致子宫或腹腱发炎,研究还发现,在经期爱爱,女性的月经分泌物进入男性尿道,会使男子发生尿道刺激症,因此,月经期避免过夫妻生活,可有效减少生殖器官感染的几率。 3、酒后,如果在就餐过程中大量饮酒,多数女性与部分男性会出现性欲下降,而且,饮酒后,人处于短暂的兴奋状态,性生活时一出现过分激动或粗野鲁莽的行为,节奏加快,精力过分集中,也已导致男方早泻, 妨碍性生活和谐,酒精对心脏、肝脏、神经等多器官的损害,加上性生活时神经系统高度兴奋,性器官广泛充血,更会加重器官损伤,酒后受孕会危急,胎儿,一向调查发现,酒后性生活也是引发猝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4、太饱或饥饿时,因饱时是胃肠道充盈并充血,大脑及全身其他器官的血液相对供应不足,故不宜在刚刚吃完饭后就过性生活,而饥饿时人的体力下降,精力不充沛,此时过夫妻生活,往往也不易达到满意的效果。 5、疲劳时,夫妻生活要消耗一定的体力和精力,精神或身体疲惫时过性生活,往往达不到高潮,收不到双方满意的效果,特别是劳累后,立即过夫妻生活,会损害健康,爱爱后不要做哪些事情。 1、爱爱过后不要马上排尿。男性在爱爱后不宜急于排尿,否则会对前列腺造成损害,因为男性的尿道长且弯曲,尿液通过的阻力大,时间长,夫妻生活刚刚结束,YJ海绵体充血尚未消退,而尿道扩约肌和B尿肌的收缩尚未消除,这就引起尿道阻力高,导致排尿困难,甚至尿不出来。 此时,如急于排尿,会使尿道内压力增高,带有细菌和代谢废物的尿液逆流就会进入前列腺,长期如此,一导致前列腺炎,二不要立即睡觉男人在性生活后,一般都会感到疲劳,因此,很多人喜欢倒头大睡,以为这样就能够消除疲劳感,其实,事实正好相反,这会使得射精后的疲劳感持续到第二天。 三,不要立即洗澡通常,夫妻在过性生活时,从双方兴奋开始到高潮结束,正常情况下,持续时间大约是5到20分钟,也有比这更长的。 在进行夫妻生活时,人体交感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人体各种激素,尤其是性激素分泌旺盛,这时,不仅双方性器官处于高度充血状态,而且从性兴奋期到高潮期,身体的许多组织也参与了这一特殊生理过程,如,心跳加快,血压升高,呼吸加深加快,全身皮肤血管扩张,排汗增加等。 因此,在这一过程中,机体的能量消耗明显增加,代谢增强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